大家好,虽也没想到这个春节会是如此漫长的一个假期 想来这会儿国内一线城市的各大高档鞋子楼里的Lucy, Georgie, Nancy, Emily之类的 都在各自老家父母身边继续充当扼押押狗蛋脆花的生活 是吧,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 反正我自己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口粮口鸡 当然这是之前也提过 事实上最后一根雪茄上周就给我干掉了 还得亏是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带了两关烟草 暂时烟都可以支撑,但也是日趋见底 不过我上周忽然想起就这么一丑莫长的 忽然就想起来了 我还有一个参城雪茄指引店的电话 就打过去问了一下 万幸吧,他们已经复工了 而且鉴于目前的形势也开通了网上的销售 所以是喜从天降,赶紧要了微信加了 对方是个漂亮的小姐姐 给了我他们的那个价目表资料 我一看还挺齐全的 价格啊,尺寸啊,配料啊 各方面的都有标注口味啊 而且有点还挺好 就可能是为了照顾国内的加油 它的那个环境也都专门又另外换算成那个多少毫米 这样 我看了一下,才发现原来那个长城雪茄也有三十多种了 还有几款,那个四款吧,四款烟草 小姐姐向我推荐了一下 说你可以试试那个《十级典长》啊,《朗胜》啊 《生肖限量》,《生肖限量版》 特别推荐说《猪年的是老家》 还有什么《小萝卜图》之类的 我说啊,这个蛮好蛮好 这几种我都不要,是吧 我要那个四十周年的纪念 纪念版 怎么着呢 因为去年吧 去年好像网上看到有说 推出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纪念版 所以有一点点印象 当时还跟一些同好朋友们聊了聊 大家发现都买不到 感情这个国产雪茄比国外雪茄还难买 所以这次一看,居上有这个 所以我就要的是这个 然后小姐姐心让同意 然后告知说,这还有点有意思的地方 其他款雪茄是从成都发 唯独这个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这个纪念版是深圳发的 反正总之是发来了 顺分还是挺给力的 虽然是在目前这个状况 三天就到了 昨天下午到的 所以到了以后我还挺欣喜 终于又接上火了 还拍了个照片 发到朋友圈 大家看一看 好几个哥们挺感兴趣的 我赶紧抽一抽 报告一下怎样 我自己以前也说过说 这是个抽着烟聊天的节目 而不是聊抽烟的节目 但这次还是打打脸 决定来做一个不这么正经的品析吧 品鉴吧 毕竟一呢反正得抽 二呢 这么个时间居然又帮我接上火了 所以值得庆核的事 所以做一起看看 当然呢 一方面昨天到昨天 因为港稿来不及抽 所以只打开看了一下大致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呢 也没养啊没什么 所以以前也没抽过 所以具体怎样 可能只能 目前也不知道 只能边抽边看 所以好或者不好 都有可能难说 我们先看看 大致这个是这个样子 你要说这个包装盒 我觉得也还蛮好看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有点像明星片 它的情况是这样 一盒是这种 是一盒是五支 三百六也就是 则七十二块钱一根 是这个样子的 好先拿出一支看看 这个加 第一个给我的感觉 看一下 看得清吧 镜头都对不上 双加标 这个蓝标感觉不错 但是这个红标 上面这个长城雪茧这个标 我倒不是说不好看 但总让我想起 早年我们温州的一款啤酒 应该是双鹿吧 所以老是容易出戏 加的长度是一百三十五 环境五十 但我有个感觉就 他拿在手里的感觉呀 比差不多同样长度的 那个蚝油特级逍遥 特级逍遥是一百四万 要重 重好多 我觉得分量应该非常扎实 然后加一外观看 也是挺漂亮平滑的 几乎看不出什么大的叶脉之类的 整个街风啊什么 几乎也找不到 卷工应该很出色 加深的感觉 有点奇特 怎么说 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 或者说现在 有看这视频的朋友 有没有这种经历 它有些淡 怎么说呢 有点像我当年在乡下的时候 傍晚 秋天傍晚 经过打鼓场 那个地上晒完骨子以后 骨子收完以后 弥漫在空气里的 那么一种 淡淡的骨壳 骨雾的味道 或者说家里骨仓里 有时候骨仓空了以后 闻的那种味道 不是没味 就是淡淡的 古物的味道 还有一点点烟草 是那种烤烟的烟草的味道 它的脚步同样 味道比较缥缈 几乎于一种木屑 木屑的味道 吸着有一点点吸住 还好 还是算比较通色 然后这个加一刚刚忘了介绍 它这个加一是多米尼加的 加到巴西 然后加新的用的是十方的本地的业业 跟那个多米尼加的混合 这个有点点奇怪 倒不是说这个加一 倒不是说多米尼加的加一有多奇怪 而是说 我发现之前看那个表格的时候 这个长城雪茄 几乎都用了多米尼加的加一 当然了 合作了 或者怎样吧 先点上看看 这块雪茄呢 从资料来说 宽窄系列 就成都内宽窄巷子的宽窄系列 宽窄系列应该是紫烟的 然后它的 另外有那个川贝琵琶的那个豹珠 应该是 李烟阿清凉之类的血朵 不过我们也不抽紫烟 所以就不管 另一个呢 是纪念榜 纪念榜的限量款 限量款呢 是旁舌的型号 但它呢 没卖 应该只是 只是来 送礼啊 或者这种拍卖之类的作用 估计是这个样子 这个雪茄 还有个缩头呢 是 也就是说 刚刚我提到说 有比较浓的 果物的味道 就像秋天傍晚的那种 打鼓场的空气里的味道一样 这个我觉得可能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 这款雪茄的烟叶用的是 四川 就十四反特有的 糊米发酵法来做的 我们等会来谈谈糊米发酵 这会儿我先点上 再点个嘛 另外这款加的那个 在 卷制上 也有说法 卷制说 是那个原先 132小组 我们都知道 132小组 专门为中央 之前 为毛泽东之类的中央领导人 来卷制雪茄的 这个我们稍后再提 132小组的 刘宗贵老人的那个徒弟 李秋月 独有的月室 月室卷颜法 李秋月的月 就月亮的那个月 这个我觉得还没抽 还没抽都没什么的话 我觉得如果这个李秋月 李女士来卷的话 我觉得也多了一个 我们来买这个雪茄的一个理由吧 我们常说上好的古巴雪茄 都是由美女的大腿上卷出来 实际上根本不可能 都是老太太们 是吧 大叔们 但秋月大师 倒是李先生 到底的确确是个美女 抱歉抱歉 没有任何亵渎的意思 月室卷颜法 据说是 当夜成述的重叠卷法 那这样看起来应该跟非国的学家的卷法 应该更接近类似是这个样子 第一口出乎意料的 不说出乎意料的好 但的确出乎意料 挺柔和的 有点点 很难形容 我不知道在外地是怎么说 因为温州化很多语言的构成 它的说法跟外地不一样 可能应该是大米花吧 就是我们小时候 藏在一个黑 一个大铁罐子里面 把米放进去 在火上 夸夸夸地转 转到最后压力一直爆表的时候 说开炮了之类的出来的那种 应该是大米花 大米花的这种味道 而且又有一点点 我觉得有一点堂木的味道 吐出来的时候 过逼的时候 略辣了一点点 但是也可能是因为干到没这么放的原因 而且这个辣呢 并不是说很难受的 很干的那种辣 有点像萝卜 如果你把生萝卜去了水分 还是沙窝萝卜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把萝卜去掉水分以后的那种辣 你想想一下 因为它毕竟没有那么甜润的口感 就是说 当以这个辣度来说 最后的时候 这个辣度依然存在 对舌头的刺激 我觉得的确还是那种萝卜的感觉 吃生萝卜的感觉 然后我这第二口 我觉得比第一口的味道 更复杂一点 它有那种堂木的柔和 但是这里面刚刚第二口又好像多了一点点什么 我还没捕捉到 现在过啤 过啤 比较容易 那种一点点的 腊胃感依然存在 但它不同于以前说我们说 常有的学家的那种感觉 它混合得蛮好 跟其他的味道的感觉 这种辣味 我再来想象一下 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 我配的是黄酒 我想试试看 能不能让味道更饱满 黄酒下去以后 腊味就可能被中和掉了 没有了 现在比较纯的木香 甜味 总体感觉 我觉得这个不错 它的前面这几口 很对得起这个价格 我觉得 它那个资料上说 这是那个 嘉兴用的是 私房本地的烟草 我们都知道 私房本地的烟草 主要最有名的应该是 那个广汉私房地区 那个毛烟吧 然后是新都地区的红柳烟 这两种烟草的发酵 各有特点 一般是 毛烟用的是 糊米发酵法 柳烟用的是 红米汁加工法 所以毛烟就叫 糊毛烟 柳烟当地又叫 红柳烟 这款学家他说 那个资料介绍是说 用的是 糊米发酵法 糊米发酵是一种 挺奇妙的一种发酵方式 它 它我们都 当然我们也知道 那个国外有把它放到 酒桶啊 白烂地桶啊 或者甚至于 最近我听说有放到啤酒桶里 那个发酵的烟液 糊米发酵法 用的是 糊米汁水发酵的方式 这听着有点点怪 什么叫糊米汁水呢 就是把大米 大米放铁锅里炒 炒四五分钟 前面呢 是那个用中火炒黄 然后改大火炒黑 然后再改调回中火 炒成黑色成团 说是最后在米新位置 有一点点没发黄的情况下 开始离锅 换到一个热水锅里去煮 煮到后面呢 就煮个十来分钟 在等水变成深刻色以后 过滤冷却 放到那个 撒到那个 烟液上进行发酵的 这样一种工艺 所以这种工艺 可能也给了它一种 古物啊 或者大米味道的一种来源 现在过滤非常柔和 有一点点豆香的味道 这个我得为它真的说一句好话 虽然是一个拿到即开即抽的烟 它没有那种杂气 也没有那种新家的那种生草的味道 或者安水味 完全没有 口感比较丰富 然后过滤之类的都比较柔和 这点我觉得真的挺不错 我记得大概十来年前 我曾经试过一次参成雪茄 我忘了那叫什么 他们应该不是叫导师吧 还是什么的 反正一个恶好 那次给我的感觉并不这么好 而且价格我觉得还死贵 比这还贵 但这只真的有点颠覆印象 我不知道啊 它的那个十房烟业本身带来的比例 本身的比例在加行中 到底有多少 这个配方是怎么弄 但我觉得要 以同样价格 如果比方说是72元人民币来比 甚至我们把它关税加上的话 我觉得比同样价格的 非古或古巴雪茄来说 是不还多让的 燃烧不错 没有什么特别的邪烧 我们说到说这款雪茄 这款雪茄是那个 刘忠贵老师的那个弟子李秋月做的 事实上 长城雪茄好长一段时间 我记得他们好像都会打132小组的这个噱头 这个当然132小组的主要成员 至少在制烟师傅这方面 也的确是出示最初的释放烟场 所以这个噱头无可厚非 当然现在来说 这个小组本来就一直比较隐秘 现在呢 听说的人可能更少 所以我觉得聊聊这个小组也挺有意思的 关于132小组最初的说法 我听过的有两种 这个两种反正归根结底 我觉得是一种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50年代时期 司法烟场开始提供给贺龙的那个贺老总 那个提供雪茄 然后贺老总后来觉得不错 60年代就推荐给了毛主席 是这样 还有另一种做法呢 说是60年代当时西南局书记 李景 西南局书记是李景什么来着 不好意思 这么一位老同志的名字我忘了 西南局书记 推荐给那个 李景全 对 李景全 推荐给贺老总的 但我觉得两者可能差不多 可能50年代 因为贺 贺龙在西南军区任那个 军区司令兼党委书记吧 可能那个时候他处政西南 然后李景全 或者说他的爱人 因为他是清工业局的嘛 就把燕巢推荐给贺老总也说不定 然后贺老总当时抽的可以 60年代呢 他专门请司房燕厂的师傅给他卷制 这有个说法 这有个说法说是应该是六四年 现在这个烟的味道 口感趋于稳定 木香跟豆香为主 一点点的甜草香 那种草米的味道一直存在 但是我最初那三口的那种丰富的感觉好像有点点减轻 就好像要趋于一种平稳性 但是刚开始的经验性要经验感要少了 当时依然是很不错 而且他的这个虽然说这个烟用料应该非常扎实 你看抽了半天也就这么多 当时抽期非常顺畅 没有任何觉得阻量或之类的 刚刚继续 就在六四年应该 当时司房燕厂找了四位师傅 跟他们说第二天放假 然后去厂里拿五十斤的最好的烟液 只带洗漱用品 别的什么都不带 去成都那个罗国县的烟麻局去报到 应该出个政治任务 选的应该都是又红又装的老师傅吧 他们过去以后才知道 原来是要给贺老总卷烟 一共待了四个月 每天工作八小时 是吧 管吃管喝 当每天每人最少一百到两百根的学家这么卷 卷给贺总 六五年的时候贺老总在北京 然后把这个他抽的这款烟就推荐给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正咳嗽说是 然后抽了这个烟绝的窝鱼 这个非常好啊 是吧 烟味略凉 然后甜 居然还有止咳的功效 感觉非常神奇 所以就欣然接受了 欣然接受 但当时也没有特别这么伸张 而是让中央专门就去成都军区调 他并没有跟释放烟厂说 所以对释放烟厂来说 他也只是说每个月的 要给成都军区的那个烟量增加 订单增加了一些 然后成都军区经过十番烟厂 送给成都军区 成都军区给中央警卫局 中央警卫局给特工处 也就是保卫部 然后最终到毛主席手中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持续了大概五六年的时间 这个环节 我好像很容易能提升它 烟味中的那种木香的味道 但它好像我一直觉得 不知道是我舌头的问题吗 我一直觉得它有点近 檀香跟松木之间 而不是单纯的那种松木的感觉 还是怎么回事 按理说这两种味道 不可能同时出现吗 是吧 那么继续 毛主席抽了那个十番烟厂的这个学家 大概抽了五六年到了七一年 我们都知道九一三 那位伟大领袖的伙伴在外门坠机失事了 当时的情况就比较复杂 局势也比较危险 就中央觉得说 在这么老师经那个 多种工序多种渠道的 就转运这么多次 时间长经手的人多 再到毛主席手中 这个烟可能有点危险 就暂时停了这个学家的供应 毛主席就重新开始抽上海的中华 怎么抽了一段时间 估计主席也很不乐意 闹着要再抽 没闹着没闹着 反正后来那个北京市委就觉得 应该或者说中央的同志认为 觉得应该把主席的学家给重新供应上 专门派了两位同志 一个是北京烟厂的 一个是中央保卫局的 跑到那个师范烟厂去学习 学了两个月发现学不了 怎么说呢 我们后面介绍 后面没介绍 反正是没学了 没学了 那没办法 只能请师范的同志 来北京专门住个小组了 所以这是到了 七一年十一月份 就专门调了三位师傅 两位是知焉的师傅 一位是技术人员 应该专门搞配方的那位 进入北京 然后是 七一年应该是十一月份吧 十一月份 当时有北京市委牵筹 市委组织部 办公厅 经贸委 工委 市清一局 然后公安局 还有个难以想象的是房地产部 一起开了个联席会议 有那个中央警卫队的 威德纯 也练习盘听 还有一个北京公安局的 一位 一位姓白的 一位同志 一起练习盘听 就算是正式决定成立了 132小组 这个132呢实际上应该说是13.2 怎么说呢 当时听说给中央特工研以后 十方研厂一共调配了35种配方 最后选定了 经领导人品鉴以后选定了是1号 2号 13号 33号 四种 其他的领导人呢 都是抽13号 主席呢抽的是2号 关于2号我们等会再说 这里还有个故事 贺老总抽的是33号 贺老总的33号比较粗比较浓 估计其他同志受不了 抵不住贺老总这种老烟枪的吸引 所以都选了比较淡的13号 所以贺老总既然只有一个人抽33呢 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132 而不是说13332 这个2就是主席抽的2号业 132小组一共13人 中间出现过一次变化 就是那个 搞配方的那位同志说 到了北京以后发现水土不服啊 各种那个最后又生病了之类的 最后就考虑让他回去 那替补的那一位呢 就是我们这位李秋月女士的 那个李秋月先生的师傅 刘宗贵先生 刘宗贵老师 刘宗贵老师一样是搞配方技术 然后就开始为那个主席来 专门调配烟草 他们的这个132小组的所在地呢 在那个中南海的对面 中南海是81号嘛 他们是在那个南长街80号 关于这个 聊聊那个刚刚说的主席的那个二号烟的典故 二号烟据说是这样 二号烟呢两头初戏是一样的 13号烟呢是一头初一头戏 据说主席在那个 有回可能是思考还是开会 我也记不清了 反正这种看过寄望的一种 报康还是哪看的 当年好像报康文在点的 还是文汇报 我忘了 我祖父当年他们办公室 反正是订这个的 好像是说主席有回开会还是陈思 把烟拿倒了 因为他想事情没注意 粗的那头放嘴里了 细的那头呢 给点上了 这种呢感觉当然不是很好 所以那个小组的成员就考虑说 给主席改良一下 改成两头都一样 这样他无论点哪头都一样 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呢 132小组的特工学家 是不用剪假帽的 所以暂时先停下 我先抽一段看看 好那么回来了 刚刚又抽了40多分钟 现在到尾段 到这个程度 大家可以看 我刚刚弹了一次烟灰 只弹了一次 然后中间没有波火 燃烧非常好 没有写烧各种问题 然后这个烟到尾段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我抽过来 它的变化不算特别丰富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怎么办呢 在其中路的时候 进入中段的时候 蜡味的感觉 几乎完全消失 然后木香开始呈现 有豆香炒香 然后我现在才发现 之前弄错了点是 那个米的味道 我之前一直琢磨不透的 那个只以为是 隐约的米的味道在背景 当然现在更提前 过去的时候 那种米的 有种焦香的那种 炒米的味道 味道非常那个 非常浓 到尾端的时候 木香提升 米香依然比较一以贯之 然后 皮革味有点上来 但是 蜡度依然很淡 反而不像第一二口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继续聊聊那个132 132我们之前说是13位 13位主员吧 就是以那个保安局那个中央警卫 警卫局的那个 威德纯委组长跟那个 支部书记 然后三位师傅 其实是四位 因为有位回去了 真补了刘德纯 然后四个学徒 一个北京公安局的警察任那个保安 两个清扫师傅一个厨师是这样 我们说 之前说那个中央曾经最初没想过住132 而是派那个两位北京的那个烟草局的烟草厂的统治去 呃 师傅学习 没学到 为什么呢 是这样 他说这个师傅的这个烟草 呃 就132特供的这一批烟 用的是那个 呃 叫呃 独桥河公社 就是在新都那边 独桥河公社的一块五十亩的左右的沙地 专门配置 这块沙地原先 呃 据说两百年前 主要是上供朝廷的 所以他用的那个 呃 施肥就本身就非常特别 用的是 呃 竹缝 麻将 呃 香油 然后专门调配 而且为了让烟叶长得 嗯 生长不至于太快 嗯 浇水会偏少 这样控制它的生长 是这样 当然那个特殊年代 在132的主员们不用说用后用装以外 它的管理也非常严格 几乎是准军事化 就说所有的人25岁之前是不允许结婚的 他们在里面之一姓氏相称 而且完全不与家人朋友说明自己在哪 总体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年造原子弹 造原子弹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处理 他们也是怎么处理 美之烟据说 美之烟据说都有编号制作日期 这个编号就是卷制人员的编号 呃 所以任何一支烟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追究到人的身上 卷制师的身上 然后 这个 选料之严格 到美之烟的 选皮多少 呃 卷制乃至 细到水分 都有 你讲究水分到11度 据说 原先曾经有一次主席抽烟 有几次抽烟 只抽了五分之一 就放下了 呃 那么卷制师傅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自己试了一下 发现是水分 含量略高 13度 呃 13% 导致烟油点点烫手 所以他们就改成了11 呃 水分含量11% 这样就达到了一个完美 主席每次都抽到最后采放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而最 呃 这个特供的132学家 给中央领导人的这批血家 跟我们的配料当然有很大的不同 他的配料是由 红柳烟跟那个 呃 呃 毛骨烟的一个 嗯 呃 结合来配置 据说他们的 那个加工 也就是说五选一 然后这个烟草 呃 在处理的时候 他会特别加入四川特区 呃 呃 越南的 岐边 桂皮 桂皮 这个钢草 流金钢 我们知道是那个 止咳的 所以有中药成分 然后再加特区 再存放12小时以后 然后才会送中央 呃 送到中央以后 再经过处理会 呃 那个 用中药 白吉来调和 白吉 我们知道是那个 止血的吧 应该 隐约的皮革味 依然几乎是 没有 蜡味出现 现在 呃 木味也褪去 只剩米 米味跟那种 略味的 嗯 甜味 嗯 有隐约的那种 不是烤豆子 烤粒 烤粒子的感觉 嗯 一点点 然后在他最初的处理中 据说 不是之前提到说 那个 呃 哦 说错了 那个 他的 在 发酵 说错了 那个 白酒啊 特区啊 之类浸泡 是在北京 制作的时候 他烟叶 特供给中央的时候 是用红蛆 捞灶 蜂蜜 茶水 白酒来发酵 发酵以后 存放三年 给北京 呃 去用 然后北京 再会经过 特区啊 呃 桂皮啊 之类的 嗯 各种的 增啊 之类的处理 所以这个也应该 跟我们后来 有很大的不同 呃 呃 76年 主席去世以后 呃 这个 132小组还短暂存存在过 因为包括呃 其他的呃 古墨啊 一些中央领导人还在抽 呃 当然就是把价格调了一下 从六块钱一一包变成了九块钱了 一包十只嘛 啊 想想 简直是 而考虑到当时的 大家的工资的话 大概普通人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工资能够 呃 换一包 那么也差不多两千块一包吧 只在和现在的价格我触略别的 也还是 很合算 合算是合算 但买不到 嗯 那今天就大致这样 呃 感觉比平时要长很多 呃 如果做个结语的结束的话 我觉得 这个烟值不值得买吧 呃 72块一根呢 看你怎么看了 你如果觉得国产烟72块有点贵 我觉得也很正常的 另外一方面呢 见仁见智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很对得起它的质量 呃 另外一方面怎么说呢 如果说你从 嗯 不是海购的话 海淘的话 你在国内微商上买 你还不知道真假啊 是吧 你如果海淘的话价格肯定贵 你如果海淘的话 你还得等待 还得担心被碎 是吧 呃 那么 在这买 好歹是个一只吃过货 而呢 时间上很方便啊 呃 顺分的话 两天就到手了 是吧 你不用任何问题 更要更重要的是 呃 一只心烟 当天几乎是 头天到第二天抽 它的口感 你 对比古巴雪茄的话 你至少不用保存 不用等那么久 对于性急的 呃 加油来说 我觉得 嗯 还是很值得 大致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再见